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御华园里流出一块地 给未来的皇后搞个菜园子 上位说笑了 那开了国之后 夫人可是一国之母啊 天天种菜怎么母一天下 丢份啊 哎 胡威勇啊 你知道抗旨是什么罪过吗 轻则脑袋颁奖 重则分武刀颁奖 胡威勇扑通就跪下了 上位 您发话 菜园子要什么规格的 中式西式还是棒子式 我马上给您安排 另外 再给夫人留出二母地 养猪养鸡 咱来个生态循环 哎 这就对了 他胡威勇哪里知道 这菜园子可不是单单种菜这么简单的 今天朱元璋来呢 菜园子只是一小方面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小明王 上集 他给大虎提前封关家绝 让他去出走 把小明王接回金陵 其意不言而喻 三个字让他死 可是作为君主 名省要摆在首位 自己不能直言呢 思来想去 最合适的人选 还是小胡啊 当朱元璋找上他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选择了 除掉小明王 绝对是绝密中的绝密 自己知道了不干 就相当于有人告诉你 阿玛后天抢银行 找你入伙 你说不干 他们后天真要是抢了 为了自身安慰 必杀你灭口 今天他胡威勇答应了 最起码还有一半活的机率 只要活下来 便会迅速的进入权力中心 得到朱元璋的重用 这也是他踏入仕途的目的 中书生 朱元璋哼着小曲找到了马秀英 妹子 哥给你准备个大礼 以前你不是喜欢种菜吗 哥在御花园 给你弄了一个菜分一体 赶明我做了皇帝 你就可以天天种菜了 高不高兴 马秀英听完 啪的一声把书摔在了书岸上 朱虫八呀 就你那点小九九我都猜不到 早就被郭天逊拿下了 哪个菜园子困住我 不就是怕我干正吗 没错这就是朱元璋的想法 虽说自己没读过什么书 可是李善长和刘伯文天天给自己讲史 这后宫干正绝对是大忌 马秀英笑了笑 自己怎么会是不明事理的女人呢 开国以后啊你只管下旨 我呢绝不反驳 反正啊在外面咱俩同职一词 内庭不得干正 回到家里你就是朱虫八 我还是你妹子 咱俩无话不能说 无事不能谈 偏就没那朝廷规矩 咱堂堂的一个皇上成了外当家的 你倒成了内当家的 这叫内外有别 成不成吧 成不但成 我觉得这规矩还挺聪明 定了 定了 这家有闲起早日登记啊 看着朱虫八很识食物 马秀英准备给她点福利 按摩松茧 朱元璋一挺 那感情好啊 双眼一闭就准备享受 片刻一双鲜鲜玉手搭在了肩上 轻重有度 俩字舒服 突然一股清香飘入鼻中 不对 这不是妹子 回头一看 倩儿 没错 马秀英说话算话 只要天下太平 就让朱元璋和干闺女在一起 今天 她兑现了承诺 你咋回来的 啥是回来的 昨天夫人 派人把我接回来的 不难想象 马秀英心里肯定难受啊 但是 能让朱元璋心里少一次牵挂 多一点空间来关心国事 这点醋意 自己能扛 回去的路上 发现二虎在玉儿门前徘徊 进了屋 开门见山道 玉儿 跟二虎好上了 讨厌夫人 花蓉才死了几年呢 我怎能一清别练呢 拉倒吧 你那躲闪的眼神 已经出卖了你那颗骚动的心 长言道 夫死欺盖驾 妻死 夫成贾 天经地义 这事啊 我做主了 打这起 俩人名正言顺的好上了 三天后 北伐西文声声震天 徐达常玉春率兵三十万 开启了角园之旅 与此同时 大胡爷踏上了行程 去往楚州 接小明王 这出城刚走三十里 就被胡卫庸拦住了 不为别的 专程送大胡 最后一程 二人一前一后 进了路边凉亭 看过前面的 应该还记得 朱元璋就是在这个亭子 决定放弃郭天旭 今天胡卫庸要做的 也是同样的事情 你想过没有 大帅一旦做了皇上 小明王如何处置 说白了 小明王这个忙旗 如今已成累赘了 我们应该从大局着想 问一下自己 是把小明王接回来 对大帅与新朝更为有利 还是让他并天而去 对大帅与新朝更为有利 恕我之言 就连汤虚长三大帅 都还没封侯呢 为何先给你封 特别受你那个 绝位封号 中义侯 敢问胡将军 何为中义 话说到这份上了 大伙明白 都说吴公不受路 既然上尉有这个意思 那这个事自己扛了 绝不会让小明王活着回来 胡卫庸摇了摇头 你拿什么扛呢 小明王死了 你活着 别人肯定知道你做的 可谁会相信是你的主意呢 所有的矛头 必将指向上尉啊 一国之君要的是什么 信誉 如果上尉失了信 如何治国 胡大人 你要我 你要我 为了大帅的声誉 你呀 自己考虑 说完 起身走了 对于朱元璋来说 干这件事 大虎是不二人选 首先 忠诚度比别人高 如果他都怕死 别人就更别说了 另一点 二虎在自己身边 他敢跑 亲弟弟 活不了 古人可比现在的人 重情义的多呀 再一个 看过大明王朝的知道 古人相对于身前之名 更看重死后留名 他大虎已经是虎卫上将军 兼忠义侯 按胡卫庸的意思 如果不跟小明王一起死 回来也会因悲过而死 那样的话 什么名都没了 所以 他只有一条路 胡卫庸 你个王八蛋 替我告诉上尉 大虎不会给他丢脸 也不会给自己丢脸 话分两头 他这道除肘 还得一两天 咱说说旅场 老头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盼到朱元璋成事了 这老胳膊老腿 也该活动活动了 用了大半年 撰写了大明皇帝 这对于开国之君来说 意义重大 若能提前颁布于天下 可以让百姓提早知道 天下是朱元璋的 刘伯文和马修英 举双手赞同 李善长 却持反对态度 这历朝历代的皇帝登记 向天下颁布的第一道诏书 都是皇上的登记诏书 皇帝都是在登记之后 再行颁布 按你们行事 违背千古规制 说不过去呀 朱元璋笑了 规矩 按规矩 有要饭的和尚 做皇帝的吗 这事啊 就这么定了 马上开印 立刻颁布于天下 如此说来 这大统立成了新朝的第一诏 而大帅的登记诏书 反而成了第二诏 这可真是乾坤再造 千古未见哪 真是千古未见吗 那咱就让天下人见上一见 这边一车车 一天就过去了 大虎也到了楚州 说明了来意 吴王准备开元建国 邀请您去凑凑热闹 这小明王虽小 可身边老人不少啊 早就知道自己的位置尴尬 去了准没好事 我能不能不去呢 这个不能 那我能不能善位呢 不好意思 您没那个资格呀 善位是前朝把统治权交接给新朝 例如魏文帝曹毕 大汉持续了四百年 在天下百姓心里就是正统 上一个想要篡位的王亡 人头都被做成了收藏品 他曹毕吸取了教训 想让天下人信服他能取代汉朝 必须汉县帝亲口承认 这才是善位的真正意义 说句难听的 你小明王在异军的群体里 勉强混个须名 在天下百姓眼里 啥也不是啊 吴王的威望 可是自己打出来的 让你善位丢份啊 别做梦了 走吧 不去 反正现在天下都是住院张的了 这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呀 一行人上了船 小明王心里开始忐忑了 大虎安慰道 别怕 一眨眼的事 啥意思啊 一眨眼就到了 别怕 下去吧 小明王和宰相下了船舱 大虎给侍卫使了一个眼色 也跟着下去了 船舱内早已摆好了 上等佳肴一桌 到了这个节骨眼上 大虎也不在乎什么礼节了 你来点 小明王摇了摇头 那我来了啊 再不吃就吃不着了 听着大虎莫名其妙的话 再看着他大口朵移 大口喝酒 这小明王心里越来越没底了 就在这时 船舱内涌进大量江水 小明王是大惊失色呀 大虎却置若罔闻 慌什么 就算到了海底龙宫 默契啊 你守着你 此话一处 大局已定 小明王绝望的眼神中 映出朱元璋那张阴险的脸 1366年 韩灵儿返回应天府 突经瓜肘 坠江而死 其实啊 历史上小明王的死 没有确凿证据 是朱元璋指使的 但是种种疑点 却全都指向了他 这历史终究是历史 到底是不是他 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下集 得知小明王意外死亡 马绣云第一次动了真怒啊 但是历史的进程 不会因为他的愤怒 而停留半步 臣 朱元璋 召告天帝皇之 立国大名 剑园 红武 朱元璋 朱元璋 朱元璋